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齊先生 那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將會來教大家一個自動上字幕的軟體 它叫做AutoSub 首先呢我們先進到我們這個 月辦人的家 我們搜索這個月辦人的家 然後點擊第一個檔案 好那在這裡呢就有一個 Windows的可以直接執行的單一執行檔 就是64位元的 那32位元的好像目前是不太能下載的 那這裡呢我們就點擊這一個 然後它就會跳到我們這個雲端裡 然後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可以下載這個範例的檔案 那這裡呢你就會有看到項目 這一個是程式 然後這個是拖拉檔案進來辦理 好那因為我已經先下載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回到桌面吧 那它的下載連結呢 我會放在這個影片的描述欄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進到AutoSub 然後這裡裡面有一個拖拉檔案進來翻譯 那這個是我自己加進來的 它原本它是在怪面的 也就是在桌面 沒有跟這個資料夾一起包在一起 好那我們就先點擊拖拉檔案進來翻譯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檔案拖拉進來 現在我來示範一次 例如我放在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個影片 然後我把它拉過去 然後把它這個自動上字幕 那它現在就在跑 我們稍等一下 好了那這裡它已經翻譯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按任意鍵進去 就是你可以按一下enter啊 或是任何的鍵都行 那它這裡呢就有導出了一個srt檔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資料夾關掉 那它srt檔呢我預設的是Word檔 然後呢在這裡就有非常的字幕跑出來 那在這個檔案裡面 你也是可以進行做修改 以及儲存這兩個動作的 AutoSub是非常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要跟影片產生內建字幕的話 我建議大家使用這個簡易 那如果你不建議 好 或者是最近Premiere有出了一個 這個自動上字幕的版本 那大家也可以去賣它的 這個軟體來使用 那點解呢就在我的 大家就可以去看看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 開小鈴鐺 我是喜先生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2 1 1